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日更頻道, 我們今集和大家睇一宗奇案, 這宗奇案其實都幾恐怖, 講緊泰國的殺人魔,甚至死了之後, 政府是將他的屍體造成了一具干絲, 就擺在泰國醫院裏做一個展示, 去警惕那些人不要再像他那樣成為殺人魔。 在之前其實有一部電影就是中國和泰國兩國合拍的 就叫食人狂魔, 就講述了泰國的連環殺童犯世偉的一生。 這個世偉不單止是殺童, 而且他是將這些小朋友的心臟肝臟在身體挖出來, 丟到鍋裡煮成人肉湯來喝, 這個恐怖行為是令人發指的。 但是看完這部電影之後, 好多人會發覺原來這個世偉原本是一個品性純良的普通少年, 不單止認真工作, 對未來也是充滿希望, 但是到底為何他的人生會發生一個這麼大的變化, 成為一個人神共憤的殺人魔呢? 到底是哪一步走錯了? 而其實大多數被造成穆乃伊的人, 都是一些所謂的皇宮貴族或者德高望重, 類似高僧或者領導人那一類。 因為穆乃伊的製作過程非常繁複又耗時的不覺泰國, 就有一班人因為政府是想懲罰他們, 而將他們造成穆乃伊, 就關在玻璃、櫥櫃裏中, 不單止不讓他睡, 也不可以坐, 要他一直做穆乃伊, 站住在那兒永世不得安息。 而這些屍體多數都是生前被判死刑的連環殺人犯, 由於他們的罪行很大。 泰國政府為了平息文露決定殺雞警候, 就不會被死刑犯一槍結束生命, 等他們死後亦都會造成穆乃伊, 混入玻璃櫥櫃放在醫療博物館裏, 要他們永不超生。 而在泰國的醫療博物館裏其中有一件陳列品, 當年可以說得上十分轟動, 這個穆乃伊在生時是60年前的連續殺童食人魔世偉, 本名叫王麗輝的他, 當時犯了6宗殺童案件, 而且他用將這些小朋友的心臟肝臟在身體挖出來 丟進鍋裡, 煮成人肉湯來喝。 而這個作案手法是令到當時泰國社會人心惶惶, 整班家長說得上是寢食難安, 而世偉被人拘捕後, 泰國政府選擇將他造成干絲放在廚櫃裡, 要他永遠罰其。 我們現在就一齊看看這個泰國殺童食人魔, 到底他的生平是怎樣。 世偉誕生在二戰時代, 本名叫王麗輝, 是個中國少年來的, 亦都曾經是一個國民黨抗日軍人。 戰爭結束之後, 他由於有肺爐, 父母又死了, 在家好難以生存, 即是鄉下好難找到食, 唯有聽媽媽的指示, 去了泰國投靠的叔叔, 而他又帶上了媽媽給的小刀, 獨自一人去到泰國, 希望有一個可以重新開始生活的機會。 但沒想到, 剛剛到泰國, 他對新生活的憧憬完全破碎了。 一入境, 泰國移民處就把王麗輝的名字搞錯了, 叫了他做世偉, 而他亦都是不停地和移民處說, 他叫麗輝是麗輝不是世偉, 但無論他解釋了幾多次, 移民官仍然在他本頁寫了王世偉, 而世偉這個名字亦都是暗示了黎輝未來泰國的日子, 將會受到不少屈辱, 一個人的名字不被人尊重, 而被人隨意起了一個他不想要的代號就代表他失去尊嚴, 而跟著被迫改名的世偉, 因為給不到10元泰銖的移民費, 就被迫剃乾了頭, 丟進去移民監獄, 而他終於是可以捱到出獄, 等他叔叔去接他了, 他本身想著終於可以投靠親戚了, 可以有餐飽飯吃了, 但估不到這一個咁小的美夢都破碎了, 世偉的叔叔對他好冷淡, 接他出來, 連家人都不帶他回去直接把他丟掉去, 湯雞店老闆就走了去, 在湯雞店裡, 世偉連隻雞都不敢殺, 除了被老闆嫌棄之後, 亦都是被老闆、老婆和女兒去欺負他, 甚至連飯菜都只是給他吃兩口, 世偉一開始都想著咬牙關頂下去, 但有一天他頂不順啦, 趁著他老闆整家出了去, 就偷了些錢, 就走了老闆, 不想再過這一種, 不是人過的生活了, 但世偉的苦難, 仍仍然未結束, 由殺雞店一路走到港口, 他就找了一份搬運工的工作, 想著這樣去過日子, 但是, 身體本身就受弱的, 他其實是好難搬到重夜, 也搬不到重夜, 就被其他工友笑他, 甚至乎打去罵他, 就連身體不舒服, 買個藥來醫病, 那些藥都會被其他工人拿了他, 故意丟進爛泥那裏, 叫他在爛泥那裏拿些藥吃, 在陌生的環境裏面, 無人關心他也無人願意幫他, 而唯一願意對他好的, 就是僱主年幼的女兒叫小薇, 小薇就不同其他大人那樣, 就去找他去玩, 而小薇也是世偉孤獨生命裏面唯一的溫暖, 而有了小薇的陪伴, 世偉就叫做可以頂到下去過下這樣的生活, 但是有一件意外, 就令到他人生走上不歸路了, 就是有一日, 世偉就發了夢, 夢裏面, 回憶自己在二戰期間, 就親手掐死了一個日軍的情境, 怎知他醒了之後, 就發現旁邊睡著的, 就是沒了心跳的小薇, 原來他在夢裏面的畫面, 是有一個叫做動作, 就令他在現實生活那裏, 睡著覺就掐死了無辜的小薇, 而小薇也是他唯一的精神之處, 令到世偉的精神狀態是接近崩潰, 他只能下意識去收好小薇的屍, 去離開這個令到他覺得失去希望的地方。 今次世偉就輾轉去到泰國的鄉村, 幫人去種野、耕田, 面對這麼大片的農地, 世偉就再次燃起希望了, 就想著可以耕田好好生活了, 本來他那一年是風修年來的, 如果風修的話, 就代表著世偉的生活, 是終於可以出現轉機了, 但沒想到一個暴風雨, 就摧毀了他辛辛苦苦耕種田, 世偉的努力在風雨過後, 是什麼都沒剩的, 原本他的精神狀況已經不好的了, 而且又體弱多病, 在這場大雨之後, 原本肺爐這個病又再次翻發了, 而今次的復發更加嚴重。 而世偉其實都只不過想好好地過生活, 但為何天要這樣對他呢? 他經常都這樣想, 而且他亦去到一個精神貧能崩潰的邊緣。 而對生命沒了希望的世偉, 突然之間他想起了, 他媽媽在他小時候為了醫他的肺爐, 原來是曾經拿那些死刑犯的心臟去煲湯煮成藥給他喝, 竟然那幾日之後他的病就好回來, 現在非常絕望的世偉已經變到什麼都不在乎, 他今次把心一橫, 他希望去醫好自己的病, 他選擇去犧牲其他人, 去令自己好回來, 而世偉就將媽媽原本給他那把刀, 就用來殺一些被自己弱小的小朋友, 亦都是拿他們的心臟出來煮成湯來喝, 在殺第一個小女孩小朋友時, 他仍然會覺得心虛, 甚至殺完人之後會在佛像面前雙手合拾, 希望佛祖可以原諒他的罪過, 但去到他誘拐第二個女孩時, 面上已經沒有了一絲驚恐, 反而變成另一個人用一個很邪惡的笑容, 去誘惑這些小朋友甚至可以面不改色, 在佛像面前將這個小朋友開場破肚拿他的藥出來, 而之前曾經好努力想過好生活的黎輝已經死了, 正式變成一個殺人魔世偉, 而在世偉變身做殺人魔這段時間, 泰國國內其實都有好多單, 小朋友被殺案, 而世偉的確是做了某些案件是跟他有關的, 但不可能所有殺害小朋友的案件都是他做的, 但是警方在捉到這個連續殺人魔之後, 竟然是為了想盡快破案, 安撫市民的不安就決定了, 設了個陷阱出來, 就要世偉去頂上所有殺害小童的罪名了, 但怎樣可以哄到他認了全部的罪行呢? 答案很簡單, 就是欺騙他, 欺騙他什麼呢? 警察和世偉說, 只要你認了所有事, 我們就把你遣返回國家那裏, 在泰國受盡屈辱的李輝一聽, 就將有做沒做, 總之殺人的案件就全部認了他, 但是最後等著他的, 不是回家的船, 就是一個判他死刑的懲罰了, 就是這樣, 判了他死刑之後, 泰國人民就安心了, 而世偉最後也是被泰國政府做了, 變成木乃伊那樣, 永永遠遠要他站在那裏, 不可以坐不可以躺, 就要他永不超生了, 而其實很多經歷完戰爭的人, 在戰爭結束, 回歸正常生活之後多多少少精神上, 都會有點不正常的, 二戰過後其實是多了很多這類殺人犯出現的, 戰爭對他們的心理影響也是非常之大, 好似世偉一開始所殺的小朋友那樣, 其實他不是有心想殺人的, 只不過是發惡夢錯手就掐死了他, 如果當時他不是發夢錯手掐死了這個小朋友的話, 可能後面所發生的事都不會有機會出現得到, 而且看回這類這樣的連續殺人魔很多時候, 都是叫做殺完一個人之後他沒有了心理包袱, 沒有了一個人應該有的道德觀念之後, 他就會很容易殺第二個第三個, 就以這一個例子為例, 世偉和他所殺的小朋友, 其實都是戰爭所衍生出來的犧牲品來的。 好啦那今集和大家睇到這裏先啦, 大家有什麼想講呢, 下邊留個言啦, 我們下集再見啦, 拜拜!